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叫《当下的启蒙》 副标题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 这本书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史蒂芬·平克 史蒂芬·平克是世界顶尖的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 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普作家和思想家 曾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两度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顶尖思想家 可以说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这本《当下的启蒙》是平克最新的著作 也是话题最宏大的一本 这本书一上市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曾经登上《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卫报》的好书推荐榜 很多名人也纷纷推荐 比如《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 还有比尔·盖茨 都给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 为什么这本书会得到这么高的礼遇呢 因为这本书可以说是史蒂芬·平克 40年研究成果的极大成之作 得到每天听本书 已经解读过史蒂芬·平克的多本著作 如果你把他的书连在一起听 你就会发现史蒂芬·平克的学术研究 其实有一条主线在牵引 在《心智探奇》这本书中 平克研究的是人类的心智从何而来 在《白板》这本书中 平克研究的是人的道德观从何而来 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本书中 平克用坚实的数据向我们展示了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暴力行为正在逐渐减少 到了这本《当下的启蒙》 平克将之前关注的这些问题 汇集成一个更宏大的主题 也可以说是一个终极问题 那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做 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这个主题看起来庞大 但是了解平克的学术生涯之后 你就会发现 平克谈这个主题其实是有发言权的 因为他在过去40年中 一直在研究人类的心智和道德如何演变 以及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当然平克的答案 未必是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 但是至少我们应该了解他的答案 这本书的主题十分宏大 史迪芬平克用23个话题 全面阐述了他对当今世界 还有人类的看法 如果你有时间 我强烈建议你去读一读原书 接下来我会用三个问题 为你介绍史迪芬平克 在这本书中的核心观点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 史迪芬平克的答案是 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我猜你听完了 也许会感觉有点不对劲 我们每天在新闻里 看到那么多让人不开心的消息 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着各种考验 平克为什么就能斩钉截铁的说 这个世界就在变得越来越好呢 任何人用自己的感受 都没法客观回答这个问题 只有客观事实才是客观的尺子 在这本书中 平克引用了大量数据 从16个方面详细的剖析了 这个世界的进步趋势 他的数据十分详实 光是这本书中 最后列出的参考文献 和数据来源就超过了100页 我为你选择了三个最重要的维度 健康 财富 还有知识 我们用这三个维度 来评判一下这个世界的现状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维度 健康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现在全人类的平均寿命 是多少岁吗 50岁 60岁 答案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 是71.4岁 而在200年前 全人类的平均寿命是29岁 100年前 欧洲人和美洲人的平均寿命 超过了40岁 这把全世界的平均寿命 拉高到了35岁 之后的100年 欧洲人 美洲人和亚洲人的平均寿命 直线上升 只有非洲人 因为艾滋病的流行 平均寿命在上升之后 有过下降 而到了2000年之后 非洲人的平均寿命 又开始上升 人类的平均寿命上升 不只是因为 今天的人类活得更长 同时也是因为 新生儿的死亡率 大幅下降 在19世纪 即使当时最富有的欧洲国家 仍然有25%到30%的儿童 在5岁之前就夭折了 今天 即使是医疗条件最差的国家 这个数字 也已经被控制在10%以下 而在发达国家 儿童死亡率 被降到了百分之零点几 你可能会问 人类确实活得更长了 那普通人 能不能享受到 更幸福的生活呢 我们就来看 第二个维度 财富 经济学家统计过 全世界的生产总值 如果从公元元年算起 大概要过1500年之后 人类的收入才翻了一番 到了1820年 人类的收入才增加到三倍 但是在之后 将近200年的时间里 人类的收入增长到100倍以上 在19世纪初 全世界的人均收入 相当于今天非洲最贫穷的国家 如果按今天的标准 当时世界上有将近95%的人 都是极度贫困 而今天 世界上极度贫困的人口比例 已经降到了10%以下 在最近20年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将近14万人 脱离极度贫困 2015年 联合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是在2030年之前 让世界上所有人都脱离极度贫困 如果按照目前脱离极度贫困的速度 这个目标在2030年之前 肯定是可以完成的 人类的寿命更长了 财富更多了 那人类的精神生活也在变好吗 我们来看第三个维度 知识 200年前 这个世界上有80%的人都没有上过学 而今天 这个数字反了过来 世界上超过80%的人 都至少接受过基础教育 按照目前的形式预测 到了21世纪末 接受过基础教育的比例 将接近100% 不仅接受教育的人更多了 而且也更平等了 在50年前 全世界女性的十字率 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 到了今天 女性的十字率 已经和男性相同了 史迪佛平克是一位认知科学家 所以他还指出了有趣的一点 接受教育的人类越多 全人类的平均智商就越高 在最近100年 人类的平均智商 以每年0.3的速度在增长 换句话说 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如果穿越回100年前 他的智商 也可以轻松超越那个时代 98%以上的人 这个现象最能体现世界的进步 因为智商的增长 需要多种条件共同作用 包括更好的营养条件 更少的疾病 更多的财富 更高的教育水平等等 全人类平均智商 这一个指标 就能反映出这个世界的进步 其实除了健康财富和知识 还有第四个重要的维度 那就是安全 这个维度 平均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这本书中已经详细的阐述过 推荐你去听一下 每天听本书的解读版 在这本书中 史迪芬平克用数据证明 人类历史上 暴力总体上 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哪怕是发生了 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 如果放到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去观察 这个趋势仍然没有变化 你看 从客观数据上看 人类变得更健康 更富有 更有知识 也更安全 这个世界确实在变得越来越好 既然如此 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从数据上看 这个世界确实在变好 那为什么我们的感觉 却恰好相反呢 这种悲观的感觉 很多人都有 比如我在第一部分 问你的那个问题 目前全人类的平均寿命是多少 这个题目出自我们每天听本书 解读的另一本好书 事实 这本书同样是用数据论述 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事实的作者 汉斯罗斯林 就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测试 在他的国家瑞典 随机邀请一些人 估计全人类的平均寿命 从50岁 60岁和70岁中 选择一个答案 结果发现 只有不到25%的瑞典人 选择了70岁 汉斯罗斯林开玩笑说 即使他把问题的选项 写在香蕉上 让动物园里的黑猩猩 选出正确的答案 他们都会比受访者 做得更好 因为黑猩猩 是随机的三选一 准确率能有33% 总比25%要高 你要知道 瑞典是世界上 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 目前的人均寿命 超过了80岁 即使如此 瑞典人对世界的看法 依然不太乐观 而且 汉斯罗斯林测试的人里边 还包括许多 研究世界健康问题的 学生和教授 与其说他们是愚昧无知 还不如说 是过于悲观 为什么人们会出现 这样的悲观呢 史蒂芬平克 认知心理学家的身份 就发挥了作用了 既然客观数据证明 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那么最有可能 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出现了问题 平克在这本书中 总结了三个主要原因 这三个主要原因 都与人类的心理机制有关 分别是可得性偏差 忘恩之罪 和乐观的惑劣 我来为你解释一下 这三个心理机制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可得性偏差 这是一个心理学术语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们在判断 一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时 并不会参考客观数据 而是根据脑子里 第一个冒出来的信息 来下判断 举个例子 如果我问你 坐飞机和坐汽车 哪个更有风险 你一定会回答 是坐飞机 因为飞机失事 总是会成为头条新闻 但是实际上 根据统计数据 坐汽车反而更有风险 同样 在美国 平均每年有4000人 因为哮喘而离世 只有50个人 被龙卷风夺走生命 但是美国人反而会觉得 龙卷风 是更常见的死亡原因 可得性偏差 是人类大脑 在进化过程中 形成了一种机制 是用来自我保护的 每一次听到一个坏消息 我们都会下意识的收集起来 在做判断时 我们会按照听到的坏消息的多少 来做参考 问题在于 如果我们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村落中 这样的机制 确实能保护我们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原始人 最近你听说 部落里边有好几个人 在东边的树林附近 遇到了老虎 那你下一次打猎时 肯定会躲开东边的树林 这是最安全的 可是在今天 可得性偏差 更容易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因为很多媒体 在有意识的利用可得性偏差 通过传播坏消息 来争夺人们的注意力 提高点击率 有美国的媒体学者 做过调查 他们将一些新闻素材 拿给编辑 看他们从中 选取了哪些素材 以及如何表现这些素材 观察发现 在面对相同的一组事件时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 更热衷于报道负面事件 所以想要抢占点击率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列出现在世界上 各个角落的所有坏事 然后得出一个 耸人听闻的结论 就是现代文明 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有句俗话叫报喜不报忧 而对于媒体来说 更好用的办法 是多报忧少报喜 当媒体开始 有意识的利用 可得性偏差之后 我们就更容易觉得 这个世界危机四伏 平克作为一位语言学家 还指出了一点 也能体现出 人们对负面消息更敏感 那就是在英语中 有关负面情绪的词汇 要比正面情绪的词汇 多得多 第二个心理机制 叫忘恩之罪 这个词来源于 淡丁的神曲 神曲中描绘了九层地狱 其中第九层地狱的名字 就叫忘恩之罪 讽刺的是那些 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 平克在这本书中 借用这个词 就是想说明 人们如果遇到问题和矛盾 就会抱怨连天 但是只要一切顺利 很少有人会主动地去想 在歌舞生平的背后 有多少人做出过贡献 人们其实很容易忘掉 世界的进步 把眼前的一切 当作理所当然 平克在这本书中 举了一个例子 那就是天花疫苗 也就是我们说的牛痘 仅仅在二十世纪 天花就造成了 至少三亿人的死亡 利用牛痘制成的天花疫苗 彻底改变了这个现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人类已经彻底消灭了 天花病毒 除了一些病毒实验室 留下了样本 天花病毒 已经在地球上灭绝了 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可是提到爱德华詹娜这个名字 也许不会有多少人有印象 这位爱德华詹娜 就是第一位 利用牛痘预防天花的医生 在这本书中 史迪芬平克还列出了 其他几位拯救生命的科学英雄 像是发明 自来水氯气消毒法的 埃布尔沃尔曼 他的发明 至少拯救了 一亿七千万人 发明麻疹疫苗的 约翰恩德斯 他的发明 至少拯救了 一亿两千万人 发明白猴疫苗 和破伤风疫苗的 加斯顿拉蒙 他的发明 至少拯救了 六千万人 可是这些名字 对于我们来说 都很陌生 那平克是不是在控诉人类 说我们都是 忘恩负义的白尔郎呢 并不是 虽然但丁将人类的遗忘 称为忘恩之罪 但是平克认为 忘恩之罪 和可责性偏差一样 也是大脑进化中 形成了一种本能 人的心理感受 有一个平均值 不管你的幸福标准 是高还是低 最终都会回到 这个平均值 曾经有人跟踪调查了 中了彩票 投登奖的人 以及不幸遭遇 车祸被截支的人 结果发现在多年之后 他们的心理状态 都回到了那个平均值 中了彩票的 未必总是开心 截支的人 也未必总是不幸福 所以从心理角度来说 人们很难对 这个世界的馈赠 一直保持着感激 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 慢慢习以为常 俗话说叫 好了伤疤忘了疼 而忘恩之罪 是类似的情况 应该说叫 好了伤疤忘了大夫 第三种心理机制 叫乐观的惑劣 这个惑就是惑口的惑 简单来说 就是人们评判自己和世界时 往往用的是双重标准 评判自己时 人们就倾向于比较乐观 如果是把这个问题 从个人拓展到社会 人们就更倾向于悲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双重标准呢 平克给了一种猜测 就是当我们提到 世界的发展史时 我们总习惯用大战 来作为标尺 划分时间 比如一战之后 二战之前 911事件以来等等 但是这种划分时间的方式 会给我们一种心理暗示 每次我们在回顾 人类历史的时候 第一个跳进脑海的 总是战争 灾难 或者死亡 当转过头来 面向未来的时候 我们难免会下意识的想 历史总是不断重演的 像这样的天灾人祸 说不定迟早还会再发生 想到这些 人们怎么可能乐观的起来呢 在这本书中 平克还指出了一种现象 知识分子往往会有一种倾向 他们为了保持严肃的形象 会特意选择悲观主义 似乎一旦乐观 他们就不再忧国忧民 只有不断指出 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 他们才算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 这种为了严肃而严肃的态度 被平克称为进步恐惧症 可得性偏差 妄安之罪 乐观的豁劣 这三种心理机制共同作用 让我们每天看到更多的负面新闻 回顾历史时 也更容易想到战争和伤痛 忘记人类取得的成就 这样 我们确实更容易被误导 忽略客观数据 反而相信 这个世界在变得越来越糟 这么看 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出现了偏差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扭转这种认知偏差呢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思考问题的本质 人类 世界 历史 看起来是一个无比复杂的模型 但是在这本书中 史基芬评客做了一个精彩的推演 把世界最关键的核心拿了出来 让我们跟着他开一个脑洞 我们现在从人类社会的复杂中抽离出来 站在地球的角度 当分辨率变低之后 无数信息都可以被忽略掉 评客告诉我们 当我们站在这样的宏观角度 重新审视人类的时候 我们其实只需要三个基本概念 就能理解人类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理解人类状况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是商 它是衡量有序程度的物理学概念 其实你不需要了解其中复杂的物理学 你只需要知道 热理学第二定律已经证明 整个宇宙都在向着越来越无序的方向发展 如果人类不向前发展 我们的世界只会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 总有一天会土崩瓦解 第二个基本概念是进化 生物体必须从环境中汲取能量 可是能量是有限的 于是不同的生物之间 会为了夺取能量而产生军备竞赛 生物的进化是随机的 但是输掉这场比赛的生物 就一定没有办法活下来 伤和进化 这两个概念放到一起 描述出了人类的艰难困境 像地球以外看 宇宙不仅不欢心我们的需求 而且它似乎还会加以阻挠 人类如同溺水行舟不进则退 向地球以内看 进化决定了生物之间的敌意 无处不在 自然选择 本身就是基因之间的相互竞争 以便使自己在下一代得以延续 人类曾经是强临环伺 危机四伏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冷酷的世界 好在人类有人类的武器 这就是第三个基本概念 信息 信息的本质就是商的减少 能将有序的结构化系统 与大量随机无用的系统区分开来 人类最重要的进步 就是在我们的认知体系中 进化出了抽象思维的能力 我们的心智 可以将事物 地点 方向 人物 行为 方式 还有目的 这些基本概念组合成命题 由此创造出不计其数的想法 而且人类不仅能生成命题 还能生成关于命题的命题 我们不仅会思考具体的技术问题 比如怎么种麦子 收成才会更好 我们还会思考具体技术背后的原理 甚至我们会专门讨论 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更有效 这就是关于命题的命题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你会感觉理所当然 但是如果和地球上其他生物一对比 你才会发现 人类是如此不同 你很难想象一只霸王龙在思考 你更难想象一只霸王龙 正在思考的问题是 什么样的思考方式 才是更有效的思考方式 只有人类才有这样强大的思考能力 这让我们在获取信息的路上 一马当先 所以史经分评课带领我们 站在如此宏观的角度 思考人类的历史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人类最大的进步 就是学会用信息 反抗伤的侵袭和进化的压力 到这里 解法已经变得十分明确了 当你的一切判断都来自理性思考 当你的一切思考都基于客观事实 你就在最大限度的用信息作为武器 当我们从地球的角度 回归到具体的人 你会发现 这也是我们对抗悲观主义的良药 平克在这本书中 记录了一个细节 他到一所大学去演讲 主题是脑科学 他正在解释说 科学家普遍认为 精神生活是由大脑的活动方式 建构而成的 听众席上一位女生举手提问说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平克发现 这位学生的语气十分真诚 他不是抑郁或者有自杀倾向 也不是阴阳怪气在冷嘲热讽 他是真心想要了解 当科学的发展 将灵魂不朽的宗教信仰破除之后 自己该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 还有目的 翻译过来的话 这个女生的问题应该是 当人类不信仰神之后 我们应该信仰什么呢 平克的答案是 信仰理性 当一个人坚持理性思考 他就可以发展自己的潜能 通过学习和讨论 来完善自己的推理能力 他可以通过科学来解释世界 可以通过艺术和人文学科 来洞察人类状况 再加上他与生俱来的同理心 使得他能够尊重别人 爱别人 帮助别人 我们天生的同理心 会让我们对他人的处境感到同情 而理性能让我们运用聪明才智 去真的改善自己 还有别人的状况 这是我们值得去努力的方向 所以 站在全人类的角度 理性是人类对抗这个艰难世界的最大武器 站在个人的角度 理性也值得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信仰 到这里这本当下的启蒙其中精华的部分 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总结一下 从客观数据上看 人类变得更健康 更富有 更有知识 更安全 这个世界确实在变得越来越好 但是有三种心理机制 可得性偏差 妄安之罪 乐观的豁劣 它们共同作用 让我们每天看到更多的负面新闻 回顾历史时 也更容易想起战争和伤痛 忘记人类取得的成就 这样我们更容易被误导 忽略客观数据 反而相信这个世界在变得越来越糟 怎样扭转这种认知偏差呢 平克给出的解药是理性 站在全人类的角度 理性是我们对抗这个艰难世界的最大武器 站在个人的角度 理性也值得成为每个人的信仰 最后 我还想说一点自己的感受 读完这本书我会发现 平克对这个世界的描述 让我收获了很多新的知识 但是到了解法的层面 似乎他也没有提出什么 惊人而且独到的见解 平克自己也承认 他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案 其实在17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里 已经让那时的思想家们 说的差不多了 他之所以将这本书 命名为当下的启蒙 就是想说 在21世纪 我们应该继承 启蒙运动的思想和精神 重申理性的重要性 但是没有新的解法 只是重申 这并不代表 平克的观点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总是有一种误解 就是新的才是好的 旧的已经过时 知识也许如此 因为在不断更新迭代 可是观念和解法 未必如此 如果人类每一次 面对的危机和挑战 有共通的地方 那么解法必然也很相似 这就像是解数学题 相同的题目 必然解出同样的答案 如果一味求新求变 非要一个不同的答案 那么就会得出错误的答案 摒弃新旧之分 直指问题核心 找到有效的答案 这同样是一种 了不起的理性思考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